重磅大事件,川普说的做到,真的着手废除出生公民权。 10月29日,川普在HL电视频道,接受网络新闻机构阿克西奥斯Axios采访时说, 他计划把布行政令中制现行的美国政策,不再顺序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取美国公民权。 他说,这事正在进行中,会实现的。 消息一出,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纷纷报道评论,川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媒体的独家采访时说, 一出生就能成为美国公民很荒谬,这种政策必须结束,行政令将会进行中。 他告诉阿克西奥斯,这个独家采访将于本周日在HL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播出。 Axios报道说,川普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,是针对地盲婴儿Anchor Baby和疫情方式的恋事移民。 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说,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,一个人来这里生了孩子,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了,拥有各种公民福利,这是荒唐可笑的,这种事情必须终止。 终止这一政策有可能面临种种法律挑战。 川普说,他与顾问讨论了这一设想。 顾问们说,取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取公民权的政策,不需要修改美国宪法。 川普费除出生公民权,是费除什么? 根据Axios的报道,川普期望取消的非公民的出生公民权,简单说,如果父母双方没有以人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美国合法身份,那么即使在美国领土生下孩子,也无法获得美国的公民权。 更多关于川普新政的解析,尽关注华人资讯网号视频交点连线栏目,将有专业律师为您全面解析。 视频链接,https,www,youtube,comwatchway等于p0hpn7xs,什么是出生公民权? 所谓的出生公民权,指的是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任何婴儿自动成为美国公民。 婴儿的父母是合法居民或非法移民点游客,都不影响婴儿的美国身份,美国并不是唯一拥有出生公民权的国家。 但这种政策并不多见,美国的这个政策,源于美国1868年,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。 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在美国规划,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,都是美国公民以及其所居住州的居民。 任何州都不能制定或执行任何宣若美国公民权利或获免权的法律。 川普用行政令挑战宪法可能吗? 川普的访谈言论发出后,华尔街建文分析了该行政令的可行性。 该认为,但凭借川普的行政令而推翻美国嫌犯的第十四条修正案是不可能的。 出生公民权被规定在宪法中,可以理解出生公民权受美国宪法保护。 美国是高度法治国家,宪法及修正案,在美国具有最高权威。 总统也有受到宪法及其修正案的约束。 宪法不会只因为总统的更迭和政见的改变而随之改变。 在宪法框架内,联邦有总统点国会点司法三权分立。 国会也需要参众两院都行政三分之二,以上的绝对多数意见才能修改宪法。 还需要四分之三的重任同才可通过。 而且,即使川普上台在国会中有众多支持者,重要移民政策的颁布或修改,还是会面临法院的挑战。 要修改美国宪法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任务,去粗略统计。 二百多年以来,美国总共有一万一千条宪法修正案被提出,最终只有二十七条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。 因此,川普这一行动,将面临美国法律的挑战,单靠行政命令是无法推翻第十次修正案的。 川普,目前政策曲解宪法,必须修正,川普是要修改宪法吗? 要挑战法律,一些保守派认为,目前的政策曲解了宪法修正案的内容。 川普要做的是修正宪法的曲解部分。 华盛顿邮报报导,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安顿Michael Anton表示,修正案中间有一条条款,人们忽视或误解了。 那就是受美国司法管辖,也就是说,如果你出生在受美国管辖的美国土地上,你的父母应该是美国公民或合法移民,那么你才有权获得公民身份。 安顿说,如果你是非法移民,或你效忠外国,或你是外国公民,该条款就不适用于你。 Axios报道,安顿的观点也受到查普曼大学宪法中心主任伊斯曼中,伊斯特曼的支持。 伊斯曼说美国宪法,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被误用,应该受美国司法管辖,是指那些对美国有充分政治效忠的人,包括利卡持有人和公民。 纽约时报报道,川普表示,他已经咨询了法律顾问,被告知总统可以自己改变这个政策,这与许多宪法专家的观点相反。 川普说,当然可以通过国会法案来做到这一点,但现在他们律师说我只要签署行政令就可以,如果废除出生公民权谁受影响? 如果川普的这个行政令能够落实,这将成为美国移民政策改革中的重大事件,也将阻止中国人赴美产子浪潮。 近几年来,中国人希望孩子成为一个美国人,的赴美产子浪潮,一直撑起一条有数百家零散月子中心撑起的产业链。 据不完全统计,十年之间,中国赴美生子人数翻了百倍有余。 2007年,中国每年赴美生子的人数仅倍几百人,但到了2010年,传生至5000人,2014年达到了5万人。 2016年更是超过8万人次,美国政府正在不断地收紧移民政策,面对中美洲大鹏车队,试图非法入境美国。 周一10月29日,特朗普声称,源源不断,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入侵我们国家。 他表示将加派5200名军力到美墨边境,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合作,保护边境安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